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1年6月24日 今天繼續和大家討論蘋果日報 今早蘋果日報出了最後一版的報紙 正式宣告拜拜 而昨晚有一群小黃人說要支持蘋果日報 到底場面有多虛狠 而昨天的情況又為我們帶來了甚麼啟示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另外我也想說說蘋果日報連翻山的機會也沒有 為甚麼因為未來蘋果日報即將要拆一傳媒大樓 即是蘋果日報的大樓亦需要清拆 為甚麼要清拆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最後我也會讚賞香港警察 因為昨晚一群小黃人湧上街頭時 我們香港警察亦是緊守崗位 到底我們的警察昨晚又做了甚麼 去守護住我們的市民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給個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令更多人知道 反對派想你插金證 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下角的訂閱和鈴噹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好 蘋果日報倒閉 大家都相信知道 而一直消息說是有星期六有星期三 令大家非常之亂 最新確切一定是不會有假消息就出來了 在今早早蘋果日報正式停止所有事情 之前在昨日壹傳媒發過通告 他說基於香港的現況 蘋果日報不會遲過星期六 或是網上版的蘋果日報 不會遲過星期六的晚上11點59分停用 簡直是說星期六是一條死線 但較早前在昨日下午左右時份 有不少網媒或媒體收到消息指 蘋果日報即將會停運 亦是在今天出版最後一份報紙後 正式say goodbye 其實在昨日一周刊已經在公告上出來了 在網頁上有一個公告說 會在24日的零時零分開始停止更新 亦即是在今天早上大家在睡覺時已停止更新 而他們另外亦有所謂飲食男女的雜誌 亦是停止更新、停止印刷 而蘋果日報在下午時亦宣布 原來他們的內部決定在今天早上印刷最後一版的蘋果日報後 便會正式say goodbye 而這個蘋果日報的網上版亦會在今天早上凌晨開始停止更新 這個消息在今天下午被蘋果日報官方證實了 即是正所謂的官宣 而台灣那邊的蘋果日報又出來說話 台灣的蘋果日報為了保持著他們在台灣的影響力 或者叫做一些人說不用擔心蘋果會不會倒閉等等 台灣那邊的蘋果日報便出來說 就說他們自己甚麼事都沒有 可以照常營業 蘋果日報在昨晚大概是晚上12點左右 正式出了一份報紙 他們以頭版用港人與中通別 我們撐蘋果為題目 大家猜不到這次印刷的數量竟然印足100萬份 過往蘋果日報通常有甚麼大事件 我印20萬份 印30萬份 印50萬份 最多那次都是印50萬份 其實當時已經被很多人質疑 蘋果的印刷力根本最多是50萬份 根本印不到超過50萬份 而今次為何會出到100萬份 估計是因為蘋果日報不停開機印刷 是由晚上開始 排好版後開始印刷 不停印 印到明天為止 以往過往印到四、五時左右 他們必須把報紙送到報攤 但今天他們一直印、一直送 但這裏引起了一個問題 亦引起大家需要關注一件事 就是蘋果日報的倒閉令不少黃銀出來 因為昨晚大概是10時左右開始 有一群小黃人不約而同地 走到蘋果日報的大樓對出 就是非法集結 而他們當時集結的人數亦不少 我根據現場的圖片和視頻去看 大約有數百人集結在蘋果日報外對出 而這一個雖然是數百人 但到了晚上12時左右的時分 在旺角的街頭竟然出現排長龍的情況 排長龍是排長龍甚麼呢 就是有不少的小黃人死心不惜 走到旺角街頭說要等蘋果日報 導致旺角街頭很多地方出現大量的人龍 我也在這裏給大家看 就是他們在旺角街頭買報紙的情況 虛陷到不說以為有錢收拾 而蘋果日報這次出版的標題 亦是比較煽動性一點 因為蘋果日報用港人與中送別的標題 亦是煽動小黃人的情緒 在這裏有甚麼啟示呢 其實如果有看過肥仔傑上一段影片的朋友 我都說蘋果日報這次選擇的倒閉 背後的陰謀是非常多的 當中亦是要煽動的小黃人 在未來7月1日出來 再搞一些大型的遊行集會 非法集結甚至是黑暴事件 蘋果日報是否倒閉 我們其實就控制不了 亦是今次蘋果日報出來要倒閉 把責任爛掉到政府 自己說到自己甚麼責任都沒有 事實上是否這樣 當然不是 因為蘋果日報除了《安法國安法》之外 接下來亦有些事情要處理 有甚麼要處理呢 大家都知道蘋果日報現在謀求 就是在星期五之前獲得保安局解凍1800萬資金 雖然很多人在問過很多次 蘋果日報為何他這麼多錢 1800萬凍結了 然後出不了糧 相信這個問題亦是很多市民關心的問題 我在此亦不厭其煩跟大家說多一次 今次這個局擺明是一個天仙大騙局 就是蘋果日報擺明要欺騙員工不想出遣散費 加上蘋果日報都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所以藉著這個勢扮小事 把責任推到政府 把責任推到保安局 讓大家覺得很慘 讓蘋果打一張悲情牌 而打悲情牌的同時亦希望煽動一些人出街 與此同時蘋果日報一傳媒一次過停了 連一周刊都停了 一周刊、飲食男女、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動新聞等 全部都停了 他本身有5億多的資金 那錢用了去哪裡?為何出不了糧 有消息人士直指 其實今次蘋果日報的現金行為 就是為了幫他們的高層打官司 因為他們預計打官司將會逆逆聲 因為今次差不多有10名高層已經被捕 而他們作為煽動小黃人出來的人 他們必須要拿筆錢出來打官司 打贏了才可以煽動這班小黃人 他們留了一筆錢 亦留了升級團隊出來打官司 所以蘋果員工這次擺明是被他老闆煽 但老實說蘋果日報仍在奢望 星期五保安局可否解凍他們的戶口 在這裏我已經發現了一件新事 就是基本上現在保安局 即使解凍蘋果日報的戶口也沒有用 蘋果日報倒閉就一定了 為何說一定? 不單單是因為蘋果日報今天出最後一版 記者都離開了等等 而是今日最新的消息 就是在昨天 這個科學員正式入稟法庭 要收回壹傳媒大樓所用的地段 也就是說要拆了壹傳媒大樓 因為過往大家都知道 這個蘋果日報所用的大樓 其實是由科學員用一個平價租給他 亦是政府的用地 政府的土地 一直以來我們都罵爆 科學員為何要資助蘋果日報 亦被媒體踢爆了 就是蘋果日報原來壹傳媒在壹傳媒大樓裏 就違規建了幾間公司 而幾間公司的地址亦都在壹傳媒大樓裏 而黎智英還有幾個高層 當然涉及串謀詐騙被捕 估計是科學員報警 而科學員看到最近蘋果日報 壹傳媒大樓裏 盛西踢到他一腳 這簡直不是雪中順暢 而是幸災樂 科學員正式在法庭入院申請 要求收回蘋果日報大樓 如果蘋果日報大樓被人收了 亦即是說蘋果日報沒有印刷、出版和上班的地方 如果他要另覓一個新的地方重新建坦 我估計他手上的現金 就算被他用完 他也不夠錢留下來打官司 如果留下來打官司 又更加不夠錢建一個新的地方 所以估計壹傳媒 無論保安局會否解凍他們的資金 蘋果日報或壹傳媒基本上就倒閉 亦有很多買了所謂蘋果日報 壹傳媒的220股票股民 現在當然在哭抱頭痛哭 因為估計壹傳媒即將會永久停牌 亦是除牌 連他們自己主要的業務也沒有 就算被他復牌 股價插到只剩下先股 最後我們會發現 這根本就是天仙大變局 當日誰呼籲這群小黃人買這個所謂220 誰呼籲他們 老虎蟹都要撐買壹傳媒股票去撐那些 大家心裡有數 心知肚明 而在昨晚整件事來說 我個人非常擔心這群小黃人會否 再煽動一群人在七一時 以蘋果日報為名 出街示威遊行非法集結等等 這是必須要提防 但除了我們個人提防之外 其實我們提防也沒有甚麼作用 最大的作用是我們的香港警察 因為在過往黑暴事件大家都知道 我們香港警察永遠守住我們守護法治 守護我們香港防止暴力的第一線 而今次我們亦想說說我們的香港警察 因為香港警察昨晚亦做了一個非常好的行為 大家也知道剛才跟大家說了 昨晚有一群小黃人去了壹傳媒大樓對出 所謂要聲援蘋果 亦在旺角街頭排出長龍要集結 而警方昨晚在旺角等鬧市的街頭 其實就是高調地巡邏 亦派了多名警員在人多聚集的地方 嘗試驅趕這些人群 或是要求他們做好一個社交距離的措施 而除了在旺角之外 在將軍澳亦在壹傳媒大樓外面 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要驅趕路面為拍的車輛 那些車輛全都是小黃人駕駛 因為大家都知道壹傳媒大樓 本身的地方是比較偏遠的 在工業區內 如果現在這個時間不是乘的士進去 即是乘的士進去 基本上只有開車進去 沒有巴士 而警方去到除了驅趕車輛之外 亦都是開麥克風 亦都帶著旗手 以前有些黃旗、黑旗、紅旗 還有國安旗、紫旗的旗手 到現場叫麥克風 要求在場的示威者離開 否則會票控他們 當然警方最後的驅散行動亦是成功 但那些小黃人當然是走得不太順滩 不斷向我們的警察 雖然昨晚的情況 就算警方驅趕他們或不驅趕他們 其實那個實際情況 或是會否造成混亂的情況 其實是未必的 但在未來的日子七一 真的要靠我們的警察去保護我們的社會 保護我們的香港 而近日對於我們的警察亦有新消息 其實警方那邊將會加薪工 有一個紀律人員薪酬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已經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交了 這個紀律部隊即是架構檢討報告書 亦建議調高紀律部隊的工資 當中亦為表現良好的紀律部隊人員 增設一至兩個跳身點 而當中說到警察那部份 這個紀律人員的常務委員會 他建議警務人員最初級的警務人員 即是剛入職的警察 起床點由以前的25,000元 增加到26,000元 而頂身更加可以到38,000元 督察就直接到47,000元起床點 在這裏我亦希望特首可以儘快通過 今次的警務人員加身 為我們前線的警務人員打打氣 在2019年到現在 其實黑暴依然是死心不惜 我們的警務人員所應對的前線壓力亦非常大 未來會否重現黑暴的情況 但提高的起床點亦有助招募更多的警務人員 所以亦希望我們的特首可以儘快通過加薪方案 交到立法會 然後等立法會審議通過警務人員加薪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肥仔傑 你如何看壹傳媒的倒閉事件 如何看科學員入品要求收回壹傳媒大樓 以及警務人員加薪 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讚一讚香港警察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插金證 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講入門 講入門 在開始 就有聲音 講入門 講入門